香港反送中抗争已经延烧两个多月 政府至今仍为正面回应民间五大诉求 8月22号 香港大专学界召开记者会 宣布将从9月2号起发动罢课 同一天也有中学生在爱丁堡广场举行反修例集会 在场有学生表示将参与罢课行动 香港十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会代表 在联合召开的记者会上指出 罢课不罢学的行动将持续两个星期 行动期间 鼓励同学参与各院校筹组的公民讲堂 以及不同的社区工作宣扬反送中理念 如果9月13号晚上8点之前 政府仍然拒绝回应的话 大专学界会考虑将行动升级 包括有可能无限延长 现在的罢课不罢学行动 同时爱丁堡广场的中学生反条例集会 也有上千位香港中学生参加 部分出席学生由家长陪同 还有中学教师到场支持 在这次集会中 与会者为721元朗黑社会打人事件 默哀一分钟 部分现场学生表示 将响应大专院校学生代表 所发起的罢课行动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已经在8月20号明确表示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罢课 后续发展如何还有待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